吵吵不吹剪 戏剧永远在 大家好 我是范巴子腾 欢迎来到范巴子腾说体育 昨天有好朋友跟我说 范哥怎么劳伦斯官方 这个专门的晒照 说是祝贺求神梅西的第五次劳伦斯讲 说不贵 范哥 我说怎么呢 这个劳伦斯给梅西的不就一共是 个人家集体是四个吗 一个是2020年的首次 在劳伦斯上获得足球和所有集体运动项目的 这个唯一也是第一座劳伦斯讲 最佳男运动员 再加上这次是第二座 还是梅西 就是这个2023年 那两个集体的 一次是12年的巴萨最佳团队讲 一个是今年阿根廷2023年最佳团队讲 那怎么还有一个呢 范哥也特意查了一下 是一个2007年在巴萨俱乐部获得一个集体的叫 这个竞技精神讲 那这以前 范哥都不清楚 那就是五个 当然了 这个五个就等同啥 仅比费德勒的六个劳伦斯讲要少 位居全球 所有男运动员获得劳伦斯讲次数的第二名 跟这个梅西同样获得五次劳伦斯的 是网谈的女霸王 女子的网球 天后 小贝勒勒姆斯 男运动员里边就是菲德勒第一 梅西第二 有人又说了 这个梅西这个只有两个是个人 另三个是集体 我说这个也不被过 确实是 然而菲德勒基本上全是个人的最佳男运动员讲 梅西只有两个最佳男运动员讲 剩下是属于国家队的俱乐部的这些 我说即便如此 因为这个劳伦斯讲是一个世界体坛最高奖 号称体陶斯卡 他的这个奖项的权威程度 在世界体坛有目共睹 十分有含金量和影响力 但是以往夺得这个劳伦斯讲的 除了求神梅西以外 全都是个人这些主流运动项目的超级明星 集体项目的这些超级明星 除了梅西 没人能得到 无论是世界足坛 甚至还是美国的NBA 或者橄榄球大联盟等 都没有 就强如 洛布朗·詹姆斯 也没有 有人说那个麦克尔乔丹都没有 那个时候乔丹98年正式退役时 这个奖还没有 那么 足见这个可贵性 那么梅西这个就即便都给这些个人项目的这个男运动员 那么梅西这个两次 也是跟泰格尔兹 包括跟纳达尔等 也是并驾齐驱了 这都是两次 已经够厉害了 这个奖集体项目的男运动员 不管你多么厉害 不管你多强 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 都很难获得 因为以往的世界杯冠军成员 这个世界杯冠军 你像 只要是世界杯年赶上劳亚斯颁奖 这个世界杯冠军这个队 集体团队奖都拿到了 但个人奖 你看那些有吗 也没有 就包括06年的齐大内 包括02年的罗纳尔多 是不是 这都没有拿到 所以说这个梅西得这个奖 实时名贵 最近有些阿比罗尔的粉丝嫉妒坏了 居然抛出了一个 这个奖 劳伦斯奖跟足球无关 他不说是安慰奖了 说安慰奖 他知道是说不过去 说是跟足球无关 我说 跟足球为什么无关呢 那就这次勒伦斯奖的提名中 最佳男运动员讲 一个梅西 一个姆巴佩 两个足球的运动员提名最佳 最佳的运动队 也是这几个运动队中也有两个足球的运动队 一个是安慰庭国家队 一个是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就是跟足球无关 足球获提名的最多 你们说跟足球无关 所以说你们这个次次打脸 你搞明白了再来说 跟足球无关 为什么特意搬到巴黎举行这个奖 梅西都说了不参加了 完了他提前泄露 梅西得奖了 完了再加上此前告诉在巴黎 在巴黎都怕梅西不来 所以说他把这个奖提前说了 希望你梅西去 劳伦斯奖固然伟大 但是都希望借助梅西来提升他的影响力 因为梅西不需要劳伦斯奖 劳伦斯奖需要梅西 或者说 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 梅西都已经不需要了 但是他们需要梅西 这就是求神梅西 整个这个足坛和体坛的历史第一 你们说跟足球无关 跟足球无关 为什么希望梅西去啊 这个奖海梅西不去就没法搬了 啊 跟足球无关 人家说梅西啊 这个那个获奖改言 那个那个劳伦斯基金会的主席啊 余果啊 波尔塔怎么说的 昨天咱们也说了啊 你也看了啊 怎么赞美的梅西啊 这又跟足球无关了 那跟足球有关的讲 无论国家队俱乐部 个人和集体的荣誉成就奖项 哪个梅西不是历史第一 哪个你阿比罗能比啊 甚至求神梅西加盟巴黎这不到两个赛季 获得的个人和集体荣誉 就已经超过了啊 所有人的一生啊 更让你阿比罗这一生啊 相形见出 根本比不了 你有这些荣誉吗你啊 哎 就是你阿比罗得不到的奖啊 就认为不重要 你关键重要的奖 你哪个有梅西多呀 还说欧冠比梅西多一次 欧冠比你阿比罗多的还有呢 跟你阿比罗一样的还有呢 咱们就讲了 夺得世界杯的有多少个人啊 夺得世界杯 哎 又加上这个有这个欧冠有金球奖 哎 还有世界杯金球奖 哎 等等等 又有多少人 最后一把所有的荣誉都加一块都有的 仅有求神梅西一个啊 你们就记住吧 阿比罗本身跟求神梅西就有很大差距啊 人家也不成什么双胶 只能说你有个别几年最接近梅西啊 剩下的你得差多少 尤其2018年以后 还有这个09到12年这几年啊 你自己没个数啊 一整就是 哎呀 这个 靠几代手上一整说 哎呀 梅西也老了 这个C罗也老了 你跟着梅西贴什么贴啊 这欧冠又希望这个皇家马的礼输给曼城就证明C罗厉害 你皇家马的礼没有你阿比罗 人家已经有欧冠冠军了 而且历史上没有你阿比罗也也十个我估计啊 就曼城赢了 又能咋的 能证明着啊 曼城不要你阿比罗 那不更磕着吗啊 哎 梅西要去哪 又去沙特又干嘛 我说梅西去沙特 人家工资是你的两倍甚至三倍 你不 你可千万盼着梅西不要去 美之连你也别去 也是工资也得接近你的小两倍工作啊 留在欧洲啊 那是水到渠成的 欧洲豪门技术都争抢啊 动不动啊 哎 没 阿比罗三十五六还在欧洲 我说你在欧洲干啥呢啊 啊 求人梅西三十五岁前后 金球奖 世界最后先生是一位冠军全有 劳伦斯奖啊 比进球 欧洲金学奖比比你多 抛开你比人这多踢那两年 多踢的一百多站 多射门一千多角啊 进球比不比你多 最近十多年 进球最多是谁 欧洲五大联赛总授手王是谁啊 可这 哪儿都比你强 哎 你就好好保 保着你那个 所谓进球总进路吧 在国家队刷那几个渝南 那进球 希望你保持住啊 尽管 说这个球员伟不伟大时 人家都说你啊 比如说有社会冠军 说社会冠军啊 等等等等 哎 金球奖有多少个 世界最后军有多少个 啊 谁会提他在哪进几个球啊 就比进球 你的进球能力跟梅西比差多少 你自己每一个输啊 碰什么词 好了 我们今天这讲讲这么下讲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感谢观看